全大台灣價值高息00940 已成為耳熟能詳的摩斯密碼 金管會透露募資規模上看1700億元 對比統一台灣高息動能00939 募資規模500億元 甚至多出3倍以上 但金管會並沒打算出手降溫 我覺得投資本來就是很自由的東西 我覺得不用去控管 不過ETF掛著高息評價廣為宣傳 部分民眾甚至不惜截百萬定存 房子抵押也要all in 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基本上他如果用這樣的名稱 就已經有誤導的成分在裡面了 儲蓄型的保單也是去跟定存去比 那現在這個投信的配息也是跟定存比 我認為非常不到 當然因為ETF成分股是完全透明的 他要做多做空氣是互相有抵消的力量 金管會主委黃鐵木認了ETF強調 高息這兩個字非常不當 但目前提不出任何改善措施 而民眾則各有看法 如果你要投資的話 就應該要自己去了解 這個產品的本質內容是什麼才對 因為如果你不是要走投機路線的話 我覺得高股息這個字可能也影響不了你 可是就像我說的 因為傳媒的力量很大 那他用字還是要小心 很多的ETF裡面我覺得是有需要更清楚 跟投資大眾講一下 這個ETF它到底選過的邏輯是什麼 那有些不是高級的為什麼也被納進來 國民對高股息ETF的熱情 達到前所未有新高 網路上甚至有網友成立00940自救會 不到一週就將近3萬人加入 市場過熱造成的羊群效應 背後有沒有潛藏風險 還要持續觀察 歡迎新聞宋君毅謝艾成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淮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